本轮疫情发生以来 我省成立11个部门组成经济运行保障专班 针对不同行业聚焦关键领域 分类失策 靶向发力 全力推动重点地区重点企业复工复产 目前我省归上工业企业生产开工率 上岗率 打产率均超9成 在安钢股份 霸鱼圈 钢铁分公司 炼钢部 600多名员工全部到岗到位 在连驻车间 三条后板驻机生产线 正在赶制一批国际订单 我们现在生产的是中额重点品种 叫X80M 我们会及时地完成客户的订单 在辽宁航天零和汽车有限公司 一千台新能源物流车正在装车发往韩国 截至目前 朝阳零元经济开发区 27家规模以上企业全部复工复产 从企业复工要素 生产自来的准备 招聘 务工人员等方面 一起一测 排除因疫情造成的一切干扰 保证企业正常生产 截至4月20号 我省8604户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开工8495户 开工率 上岗率 打产率 均超过9成 基本实现应开近开 从重点企业看 全省50户头部工业企业 已全部复工 其中华晨宝马 已恢复双班生产 大连石化 辅顺石化正常生产 安刚集团产能恢复正常水平 从重点地区看 沈阳市协调解决企业交通运输 人员返港等问题 有力有序推动企业复工复产 除苏家屯区33户企业外 其余硅上工业企业全部复工 从用电 通信 物流等生产要素 保障情况看 全省电网运行正常 通信网络运行平稳 全省高速公路收费站 基本恢复正常通行 本台报道